哈雷路亚 伯良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要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一时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在二三七时代恢复万名圣徒 有一个人给我发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内容是什么呢 为什么只在小礼拜堂里面唱赞美呀 现在我们同时在五个小礼拜部门在做着礼拜 然后说让这些十个班派到外面去 让各个部门里面都有十个班一起去唱赞美 这样的话才能让礼拜的奉务活过来呀 当然没有办法一起在小礼拜堂里面欢聚一堂 但是却在各个小礼拜堂分散做礼拜的各位 愿你们能够临到最高的宝庶祝福 永主那名祝愿这些因缘都临到在你们各位的现场当中 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神 他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无论我们在任何样的位置上 在这个理念我们集中基督 仰望基督时 不仅是你所在的这个位置 而是你所在这个现场 反而会有更大的神的能力与祝福 我们确信 虽然今天非常短暂的时间 愿你们在这个现场当中能够领到神最高的祝福 把荣耀归给神 就像我们今天十个班现场的赞美一样 寻找到神所创造的我 能够享受这样祝福的时间再回到你的家里面 我们的民主愿各位 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看生命记的内容 那么生命记是以色列百姓最后结束旷野生活 要征服迦南地之前所做准备的 是非常珍贵的部分 话语讲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是生命记进入迦南地 该怎么样做信仰生活呢 而且进入迦南地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献礼拜呢 教会生活我们该怎么样去持续呢 所以这一部分 神预先不断的反复告诉他们 所以我们好好去查看的时候会发现 旷野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所准备的地方 准备一切的场所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旷野 非常重要的部分 特别是在旷野当中一定不可错失的部分 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神对于简险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集中讲述的内容 所以能够去准备迦南地 所以我们有了生命记的内容 实际上生命记当中 告诉他们的旷野当中应该去准备什么 对于这一部分去讲的整体 有一个传达的信息 他们用一个单词来概括的时候 就是叫做宝座的祝福 当然生命记当中讲了福音跟音许 但是在旷野路上 给我们整体信息的部分 这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寻找宝座的祝福 只有找到宝座的祝福 那么找到宝座祝福的人 他们最终就能够进入迦南地 只有找到宝座的祝福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应允 在征服迦南地之后 才能够因着找到了宝座的祝福之后 你才能够在这里面得到真正的应允 话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内容 在埃及出来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经过了40年的旷野之路 全部基本上都埋葬在旷野了 但是约束亚和迦勒 成为征服迦南地的主角 也进入了迦南地 这两个人他们是看到宝座祝福的人 所以真的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如果说有真正最大的应允是什么呢 就是宝座祝福临到我们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 可能在旷野找到宝座的祝福呢 旷野路都是如此的艰难 但是神却向以色列百姓在那里面去造 藏墓 那么这个圣墓说的是什么呢 圣墓说的就是宝座的祝福 而且进入圣墓里面的所有的器具 都是在向神献礼拜 就像圣殿当中 圣墓当中所拥有的这些器具一样 这些道具 这些全部一个一个没有一个说是没有任何含义的 全部器具都是代表着基督 进入圣墓当中的一切器具都是告诉我们是宝座的祝福 还有今天本文16章当中给我们讲了三个节气 走旷野路当中 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要遗忘这三个节气 而且如果是以色列百姓 过约旦让耶利哥城倒摊 过约旦河过红海这不是神的目的 这也是要告诉我们宝座的祝福 但是以色列百姓在最艰难的时候 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在旷野当中 神向着以色列百姓跟他们讲了宝座的祝福 我们也要看到这宝座的祝福才可以 特别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很多人说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生如同行走旷野的路程 所人生的旅程 平生的旅程当中 在左走的行程当中 好像如同走旷野路一样 分明的意见 神所赐给我们的宝座祝福 当我们享受的话 哪怕以前你看似全部都是问题的部分 你会明白 原来神是为了给我这样的祝福 所以让我有了这样的困难 你会明白领悟 再次跟你们说明 就是过去你们无论怎么样的问题 当你们真正知道宝座祝福去享受的时候 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问题不再是问题 反而通过问题 你可以发现神在问题当中所准备的祝福 而且你会发现神是让我们去享受这些祝福才给问题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如果有最珍贵的就是要寻找到宝座的祝福 只有找到宝座的祝福 我们谁都会去做的这个位置征战 去抢位置的部分我们就不会去做了 对吧 就真正的看到享受着宝座的祝福 我们本会每天每天过忧虑的生活 但是这忧虑的一切就会放下来 只有看到宝座祝福的时候 只有看到宝座祝福的时候 世上的人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这些东西 反而本来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去动摇 不会把我们的心被抢走 真的愿今天的礼拜成为各位能够临到宝座祝福 看到的祝福 愿者祝愿各位 我们人生一定要去寻找到的这个祝福 就是宝座的祝福 如果不然你再怎么样说做信仰生活 但是你的信仰生活却没有办法进行 那么这宝座的祝福我们该怎么样去享受呢 我现在该怎么样去享受这宝座的祝福 我现在有需要的就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所出来的内容 再次跟你们说明在话语的流向当中 让话语能够刻印在我自己里面 这就是现在我能够享受的宝座祝福 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话语是以希腊百姓 神对他们所说的说以希腊你要听 神对他们讲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部分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要刻印这些话语 现在我要享受宝座的祝福 最珍贵的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在话语流向当中把这话语刻印到我里面 这就是享受宝座祝福的方法 所以你们每一周出来的这些训练的内容 不要错失这些话语 而且每一周进行的这些训练的内容 周六的时候我们有核心有产业宣教 有人们的传道学还有分散的门徒 周间的这些信息我们要再继续整理 到主日的时候呢通过讲台 这些话语会有更加确实的 我们能够去再辞定 神会会辞定我们话语让我们去辞定 所以愿各位真的不要错失话语的流向 当你被话语流向所引导的时候 你会不知不觉 把这些话语能够用一句话 一个单词去完全辞定于心 这个时候我们来了这个话语 就能够在一周当中去24 当这样的时候不知不觉 你里面就会被话语所刻意 这个时候就会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宝座的能力跟我有关系的所有的现场 全部都显明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错失话语的流向 我也是在准备主日信息 甚至于就是还有 梦想祷告当中所读的这些圣经内容 我也是会非常简短的在前面做祷告对吧 这不是随便的去做的 而是拿着一周的话语 持定这些话语 然后我还有今天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内容 拿着这个部分 拿着一句去概括的跟大家去祷告 我不是随便的做祷告 我看我们教会也有圣徒 他们在周间当中拿着讲下去传达的信息 留下自己的一些笔录 笔记文字 我看到他们的这些内容的时候 真的非常有恩典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上传这个信息 我就会点赞 然后每次上传我都会有恩典 然后总是说点赞的话 我觉得有点是把这个牧师嘛 有点不太好 真的是我讲的信息 就是在一起跟大家分享过主日的讲坛的话语 对吧 但是圣徒把这些信息整理之后 然后上传内容的时候 我却反而得恩典 我得力量 原来神的话语是这样活着的话语 然后我真的又重新去持定这样的部分 我们分明跟大家一起受这个话引导了 对吧 但是看到他们所上传的这些内容 然后我又重新再去思考 然后我自己又得恩典 然后有的时候这些训练的信息 有的人把这个整理出来又上传 有的时候还有的人每天把自己祷告手册的内容也去上传 我真的是得恩典在这样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看似什么都不是对吧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可以发现这写的一句话一个单词这个内容 你们为了刻印不断的去持人的这一个单词 这些内容不知不觉 却在我里面能够刻印扎下根基 结果在这里面成为了体制 所以有了真正的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进入了能力之中 就是我的生活会进入能力之中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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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领受信息的时候拿着这个信息 得到的恩典去想你得到的恩典 把它留下成为你自己的文字 这个可能看似什么都不是其实不是的 在不断的累积过程当中不知不觉 就会让我进入神的能力之中进入宝座的祝福之中 我就会发现这一点 所以各位一定在听信息流向当中 拿着这一部分留下成为你的作品 如果说没有办法留下文字的基督的话 哪怕是只把这个题目写一遍也没有关系 在我们家会有很多年长的长辈 有八十多岁八十五六岁的人他们 就是说一年一次会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看 他们的祷告手册 是什么呢 就是主日讲台的题目跟本文内容 还有核心各样训练当中的这些 题目 还有祷告题目他们得到应允的部分 然后就整理在他们的一个 手册上面过来给我看 然后就拜托他们说 千万不要把这些丢掉了 你们要不断的要珍藏这一部分 在最后神到底神会怎么样去引导这一部分 去成就这些话语 你们要去看一看 我说把这个成为家宝要传达给你的后代 我们怎么样被神的话引导了 把这一部分要成为家宝留给你的后代 可能看似什么都不是 其实不是的 话语改变我的想法 让我的生活改变 不知不觉我某一天就在 神所让我在 所在的地方 宝座的祝福 这样的位置上我就会在这里会被引导 这是我们平时要去想着的部分 在话语流向当中 你写的这一句话一个单词 打造成为你的能够拥有这样刻意的部分 就是拿着这一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持人正确的允许 不是别的 而是拿着这个就叫做持人正确的允许 那么重要的就是 哪怕我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所写的生活 但是我们只要持人正确的允许 神就会做工 拿着什么做工呢 会拿着宝座的祝福去做工 好像在讲台上不断的给你留作业是吧 不是的 因为你们要活下来才行 因为在危机时代你们要去救活才可以 要救我们的后代呀 所以首先你们自身要活过来才可以 真的愿各位 能够拥有正确应许 持定的时间 那么 你们的生活能够显出宝座祝福的生活 又觉得你最愿各位 那么今天的题目叫做 拥有胜过世界力量 让人的生活 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拥有 胜过世界的力量 就是宝座的祝福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 那么这宝座的祝福 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讲的就是 救恩的祝福 你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的祝福 就是宝座的祝福 主在宝座上主管生命 你们按着神的时间秒所被呼召 你们因着基督已经得救 我们得救了 就是我里面已经领到了宝座的祝福 所以各位 每天要去享受的祝福就是 宝座的祝福 就是救恩的祝福 直到世上 结束的那一日 我们每天要去享受的祝福 就是救恩的祝福 这救恩的祝福 就是宝座的祝福 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内容 那么每天要享受的救恩的祝福 对这一部分我们看一下本文第一点 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非常着急的出来 没有在准备的状况下离开了埃及 不仅以色列百姓 他们拿着 没有发酵的这些笔 因为他们非常着急 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十六条三节 他们非常着急的避开了埃及 所以没有办法带食物 所以就没有放 变教的笔 然后就叫无教笔 拿了这个出了埃及 但是神通过无教笔要告诉我们的话 是什么呢 以色列百姓啊 你们在这世上 事与世界区别为圣的 你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世上人所过的人生 你们不要跟随他们 而是要去过区别为圣的生活 通过无教笔 话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内容 没有放 面教的 饼 叫做无教饼 是 以色列百姓在逾越节当中所去守的 破文 逾越节他们所认为叫做苦难的饼 他们 通过逾越节过了 埃及对吧然后在红海的时候他们 又受了这些苦难 然后他们又吃了无教饼 这叫苦难的饼 结果这些 告诉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你们不要按照世上人所生活的方法去过人生 因为你们是圣洁的百姓 所以要过圣洁的生活 通过话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内容 然后 所以月节这个节期是一天的日子 但是以色列百姓 为什么却要守这些月节呢 通过 月节过了 这些 问题的 为什么他们就守月节一个星期呢 得救的神的儿女 对于这救恩的祝福 要不断的去享受过才可以 所以要在 一周的时间里面守着月节 对于得救的月节的这个部分 要七倍的去享受救恩的祝福 救恩的感谢 要去这样的过人生 很多的圣徒虽然得救了 但是对这一部分没有感谢感激 很多的人 丢失感谢感激过人生 难道不是吗 所以神 向着 得救的我和各位 告诉我们得救不是结束 神必须会引导我们的生活 这祝福的生活我们要每一天每一天感谢感激的拿到这样的 祝福去过人生 这就是月节之后要过的 无教节 所要去享受的这里面的丰盛恩典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在主日的时候全身献上呢 我们为什么要在主日的时候全身献上呢 这一周当中 救恩的恩典 在我们的现场当中 七天要去享受 要去确认 要胜利 所以神让我们主日的时候全身献上 对今天 一切你们在先礼拜的时间当中所有的时间 还有你们各自的聚会 这些聚会你们不要做别的 真的 神救赎我们的这些救恩的祝福 救恩的感谢 在这 事实当中 我们进入的丰盛里面 在一周当中 拿着救恩的恩典 感谢 不断的能够与我们的生活相连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过这样的人生 这救恩的 祝福是什么呢 这祝恩的做工是无比惊奇的 是神为了让我们每天去享受的就是赐给我们的是救恩 每天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的救恩的做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世上拥有的 唯一完全的就是救恩 为什么是唯一的完全呢 我们看着内容的时候发现这是非常惊人的 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过和努力的生活按照我们自身 静心的去过但是却不知道一点过的人生 在这世上过人生的背景 其实是在黑暗做工 他们不知道这黑暗事实过的人生 不知道黑暗带领着这一切过的人生 甚至于信耶稣的人 他们过人生的时候觉得啊我努力过就行了我正值得过生活就行了 所以困难不断 分明一点不管你们认不认可我们的背后有凶恶的撒旦黑暗的势力 现在也在带领着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知道这一事实 所以约翰弗一八章四十四节 说这就是不信者的父 这撒旦不过是什么呀 是欺骗的从中就是欺骗的是 欺骗的父现在也在欺骗着我们 所以很多人被欺骗 然后兄弟撒旦也在攻击着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过的人生 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影响当中却不知道这一点 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世上呢 对于不知道这一切过人生的背后的撒旦魔鬼 为了击溃着撒旦魔鬼我们的基督来到这世上 所以约翰弗一书三章派的话 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而且人在这世上 对于发生的痛苦也不知道理由 为什么诅咒灾殃不断的继续呢 不知道理由什么 以为是自己错了 以为自己是活错了 所以才会有诅咒灾殃 其实不是的 以撒在 摩利亚山被 献为番祭 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为番祭 以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死 因为父亲也没有跟他说理由 但是神却为以撒准备了供养 其实某一方面来说世上的人为什么痛苦这么多呀 为什么这世界 越来越不是乐园 而是诅咒灾殃不断的临到这世上呢 为什么临到诅咒灾殃不是别的 而是因为原罪 这地上不断的在持续的诅咒灾殃 这不是说 我们努力的生活 这原罪不可能解决的 你们道德性的政治的活着 这没有办法解决原罪 但是这世上不断的 就是发生的痛苦就是原罪 大的痛苦是因为大的错 不是是原罪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痛苦的原因 所以神知道这原罪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给我们派遣了基督 而且是戴熟记派遣给我们 所以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的话语说 为要多人做熟记 基督在这世上代替我们成为戴熟记 把我们所有的罪在实际下死记 因着这位基督我和各位 现在已经从诅咒在家当中完全脱离出来 能够大胆刚强的来到主基斯基的面前 就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并且不用山羊和流堵的血 拿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为了我们他成就了永远的赎罪 是拿着自己的血 因着基督的保险我和各位 已经得到了永远的赎罪 所以他一次进入圣所 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的话语也说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他一次的献祭 能够让我们成为永远的完全 耶稣记得自己成为祭物 让我和各位能够成为完全永远的完全 这就是救恩 这世上的人他们不知不觉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生成八字命运当中过的人生 但是我和各位呢 因着基督从这里面 已经完全得到了释放 为什么要生活在生成八字命运当中呢 一部所书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 因为灵离开神已死亡 因为灵死亡了 这些灵被谁所引导呢 在一部所书二章二节 随从世上的风俗 顺服 空中掌权的灵 就是顺服空中掌权的灵 撒旦魔鬼 跟随魔鬼的人 就会跟随世上的风俗 世上的风俗是什么呢 就是算命去 找占卜 然后去生成八字 过这样的人生 世上的人为什么 去 跳大神 去算命呢 因为世上都这么活着呀 所以他们就这样 但是我和各位因着基督完全独断得着释放 罗马书八章二节 我们因着生命和圣灵的律 从罪和死亡的律当中得以释放 哈雷路亚 这救恩的祝福 奥秘当我们去知道去享受的时候 越享受 我们就会 能够有真正的 平安自由 约翰福音八章三章二节的话 也告诉我们说 当知晓真理 方能让你得自由 这救恩的祝福 当我每天去确认去享受的时候 我们不仅能够 自由 而且在这事实当中 我们每天去确认 前行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会跟我们的水水没有让的关系 我们就成为有能力的人 在这世上我们真的要想说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 没有任何缺乏的宝座的祝福 救恩的祝福 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完美的救恩的祝福 我们要享受这一部分 享受这一事实 这祝福 在你们的这一桌当中 所有的现场都能够去享受体验 祝愿各位 得到这救恩的祝福是多么的完整 多么的伟大的呢 所有的人他们都会去算命 这些宗教人他们都会去拜偶像 都在 算着命 但是我和各位呢 没有必要去算命 非常简单的说 为什么呢 因为话语当中有一切的答案 我们就会确认到 所以你们只要跟随话语的流向的话 你们在这话语里面就会看到你的未来 你们所面临的问题困难 你们只要正确的抓住话语流向 被这个所引导的时候 你们在这话语里面就能够看到未来 结果 不断的积累的时候最后 会不知不觉里面 就发现自己的过去成为踏板 通过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可以把未来拿到今天 预先去看到 都有称的祝福 当你在话语积累里面的时候 我们里面到底积累了什么 是最重要的 因为最重要的积累的会显明出来 当你在话语流向当中 不断去积累的时候 不知不觉 所有的过去某一切 你们就会成为踏板 会拟受这样的祝福 通过今天能够看到未来 所以不要不要去算命啊 可以把未来 预先的拿到今天来看 不信者他们为了知道未来 去算命 我们没有这样的必要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 结果我们就能够 征服所有的现场 不仅看到未来 因为能够看到未来 当然就能够享受征服的祝福 神所赐给我们的宝序的祝福 救恩的祝福 当我能享受最 珍贵的救恩祝福的通路 就是不错是坏的留下 把这坏在窝里面去刻印 因为想着这样的祝福 愿各位的脚步能够有神的同在 新奇珍贵的正经用主能力 祝愿各位 神赐给我们 相信基督那一瞬间 就是有两个的祝福 这是两个祝福什么呢 你们绝对是 不会面临灭亡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根本已经改变了 我们就是拥有了成为神儿女的身份 当我相信基督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和各位 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 是成为了世上 无法把我们怎么样的身份 神赐给我们是这样神儿女的身份 是再怎么想拜 也不可能拜 的身份 因为身份改变了 所以神又改变了我们的 完全根源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根源 又反而在这世上 让我们过人生的时候 能够救火所有的世上 赐给我们这样的 权柄 让我们救火世界 救火人 救火现场 神赐给了我们 权柄 神赐给我们的身份 就是宝座的祝福 赐给我们的 权柄 就是宝座的祝福 当我们越来越想着祝福的时候 所有的生活现场 就能够看到神同在的实际做工 看到话语的成就 实际话语就有力量 不仅明到我 而且这话语能够成就 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珍贵的事实 这个时候来的祝福是什么呢 实际上 我以前可能很害怕的 却成为了我的祷告 以前我可能不知不觉 每天每天活着让我自己 都去叹息 但是我的叹息 却成为我的赞美 不知不觉我拥有了 但是却觉得很空虚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神 神的持继家庭会体验到这一点 这是得救的神的圣徒 所过的人生 今天我们唱的赞美当中 有内容说的是 你们以前的所有的 担忧 叹息 全部都成为祝福 我过了不足缺乏的人生 常常会有这样的 虽然拥有了 但是总觉得很 空虚 但是却某一天 这些空虚能够被神所填满 看到神在我身份当中的做工 当这里面的生活 已经形成的时候 不知不觉会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祝福 所以在享受救恩祝福的时候 面临的问题 享受救恩的祝福 拿着这些问题 看到的问题和没有享受救恩的祝福 所面临的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你想着救恩的祝福 所面临的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不会结束 这个问题全部都会变为祝福 被神的灵所引导的 当中 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然了 但是这些问题不是让我们 拜王反而神会通过这些问题 更加给我们打开祝福的门 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相信耶稣 为什么会有困难 有的人会说这样的话 没有困难没有问题 就没有神的英语 你们这样想的对了 但是通过这些问题跟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领受圣灵充满 还是说在救恩的祝福当中 去面的这些过瘾 这是有差别的 我们受三个影响 大部分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 被自己所影响 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不觉 或者我自在生活的时候 无疑是 因为我里面已经形成了这些体制 没有受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当没有受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就自己的体制 会 做自己的事情 而世界上的习惯 无疑是当中 会有这样的部分出来 大部分就是 自己都拥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是在现场当中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的12个问题 这个是绝对灭亡的问题 我们会受这些影响 也有人完全陷入里面 有的人是受这些影响 那么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跟别的人 因为这些关系 所以在 对话当中所来的这些不信仰 因为这些人的言论来的不信仰 就会给我们影响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受这些影响 因为别人的话也会有伤痕 也会失去力量 就会这样对吧 但是呢 实际上人们动摇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信仰的话 因为这些去动摇 这都是错觉 在这世上 我们看这世上人的时候 有的人看 有的人没有福音他们也成功了 但是这些的人他们说的某一句话 然后觉得好像 很有影响力 好像很伟大 其实 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到底该做什么 觉得自己很卑微 也有可能会动摇 但是这确是错觉 真正的 是这个人不知道福音 他没有更大的困难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但是我却因为这样的人有影响动摇的话 这是我在错觉 但是自己的体制 实际上的这些体制 还有现场当中发生了 12个下单的猎王问题 周围边通过人际关系 所受的这些影响 能够超越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里面灵受圣灵的充满 我们看一下初代教会 因为灵受圣灵充满的情况下 所有不是 当时不是没有问题 没有困难 而是这些困难问题 更加像逼迫 一样来的时候 但是福音的事故停止了吗 没有 我们看一下十字行传三章当中 彼得 让 天生就是瘸腿的人能够站立起来 什么时候让 站起来的是在 伸出祷告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再次跟你们说明 就是在享受福音的那个时间里面 本是天生就是陷入 避孕当中的瘸腿人 但是 神赐给彼得圣灵得到圣灵的充满 所以彼得呢 对于天生没有办法行走的这个人做了宣告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的人 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当时 我们可以看到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 行起的这样的奇迹 行起奇迹不是什么问题 是 基 彼得宣告基督这个本身就是奇迹 但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宣告是什么 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彼得领导的圣灵充满 圣灵到他的时候 所以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个瘸腿的人 发现 唯一的基督福音就能够被宣告了 因为 让这个瘸腿人站起来 所以在石头群传四章当中他被 叫到法庭面前 宗教法庭面前 但是因为圣灵 充满他的时候 所以在这地球上有了 第一个宣告 就是彼得所宣告的对吧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神的圣灵领导彼得的时候 他所讲的 就是神所赐给的话 彼得讲了神所传达给他的话 在这现场做了宣告 当时很多人看完就吓一跳 说 本来 不太会说话的 这彼得怎么说这样呢 本来是无知的一个渔夫 他怎么能够讲这样的信息呀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彼得临到圣灵的充满 跟他的能力和水者没有任何的关系 神所赐的信息 通过彼得宣告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分 徒行传 六章九章当中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问题 五章当中内容讲的是 某一天早上有两个人死了 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假设我们 教会如果 突然间有两个人死在教会的话 当然是很大的问题的对吧 但是出来教会呢 突然间有一天 有两个人死了 这个是让教会受试探了吗 没有 反而我们看使徒行传五章当中初代教会 因为这一部分恢复了灵圈 很多人看到初代教会的圣徒的时候反而就心里面开始 惧怕 因为他们恢复的灵圈六章七八九章都是一样的内容 不断的讲什么呢 哪怕有这样的困难难的问题 但是因为圣灵充满灵道的时候 这些逼迫困难却没有办法影响 我们真的 因为救恩的奥秘 救恩的祝福福音的奥秘 我们不知 不觉在这里面不断去确认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圣灵充满里面 我们就会进入这里面的 这个时候 跟我的能力和圣灵没有任何的关系 神的圣灵就会通过我去做工 现场就能够临到神的国 神所做的传道与宣教的门就不断的打开 各位只要持人一点就行 宝座的祝福 救恩的祝福的恩典每天去享受 确认 只要在这个事实里面就行 通过什么 通过话语 宝座的祝福 就是救恩的祝福 救恩的祝福每天去感谢 恢复的时候 通过话语去恢复感谢 那么不知不觉 我就会临到圣灵的充满 就这里面 因着进入圣灵充满里面 事实上的任何一切就没有办法 给我影响 那么我随着脚步当中 救生 神的圣灵做工能够成为证人 能够过上祝福的人生 愿祂那教会成为这样祝福的圣徒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我们做话语的 总结 比希列百姓 他们的明 明节 节日就是神赐给他们的救恩的部分 三个节 当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聚在哪里呢 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聚在耶路撒冷圣殿 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 拿着神的恩典 在充满灾阳与偶像祖座的现场 反而他们去医治现场 能够征服现场 过上了区别为圣的生活 恢复了这一部分 我们通过以色列百姓 可以知道他们通过这三个节日想到这样的祝福 所以呢 以色列百姓 他们 以圣殿为中心 过了人生 现在我们的没有必要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基督 做工 我们只要跟随这个做工前行就行 我们在基督里面 就会发现这三个节日是已经完成的 使徒行传一章一节三节八节 我们非常清楚 一章一节是基督说的是雨月节 一章三节 神的国说的是我们的背景收藏节 一章八节是唯独圣灵说的是五薰节 就所有的三个节日全部在哪里 全部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 那么基督现在所做工的这个部分 我们只要跟随他的做工前行生活就可以 那么现在基督所做工拿着什么的做工呢 他是拿着世界福音化在做工 那么我们的生活当然 就会与二三节的方向一致 基督全部已经完成 那么这基督 已经拿着世界福音化的做工方向在前行 那么我们的生活当然就会与 世界福音化方向一致 与二三节的一致 这个时候神就会 把一切的祝福汇聚于我们 现在我们教会为了准备二三节时代有很多的更新 可能你们不太清楚 现在我们的礼拜也是 拿着五个语言在翻译 所以将来我们教会 也会通过 语言要去做十五国家的翻译 要去做这样的事工 要去做这样的服饰 而且我们 多民族的这些 圣徒也做礼拜 他们做的事工也非常的重要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 真的我们要为多民族去祷告 为新 时代宣教士去做祷告 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的二三七的体系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当我们能够打开眼目的时候 真的要去为 祷告打开这样的眼目 这个时候我们随着框架也要打破 能够向着二三七国家 上个星期我们分享的里不是说是现在二三七的心怀 不是 简单的 这样的心怀 而是真的 能够 准备 神赐福给我们二三七祝福的器皿 我们要打破框架去准备 我们汉拿教会的圣徒 对自己是汉拿教会的这种 自尊自豪感非常的强 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 但是某一方面汉拿教会的框 真的为了二三七应该要去打破 虽然是好的部分 但是为了二三七我们应该要打破框架 神愿赐给二三七给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说 哈拿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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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对于神所赐的祝福 这些 做工就没有办法准备 盛装的器皿 神愿通过我们的教会能够 做基督福音再向着世界传达 神愿 我们去向二三七祝福 我们教会就有长老修炼会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教会的 修炼会是我们教会的长老拿着教会 一年的这样的方向 然后我们去 哈公山在这样的一个宾馆里面去分享信息 有的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去进行 去年也是因为新冠肺炎 我们 没有 进行我们教会自己的长老修炼会 今年的时候 我就想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长老今年一定要拥有 长老修炼会 对于二三七的英语 我们长老首先要走到这样的祝福 在祷告当中我想啊该怎样被引导呢 在各样的思考当中 现在我们一起做马可楼传导运动当中 能够 把体系做得最完善的一个教会 就是耶愿教会 然后希望我们教会的长老能够去 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教会的整体 体系是怎么样 我们一起在一起分享信息也挺好 但是真的我们要向着万民圣徒 这样的方向前行 像这二三七时代我们要恢复万民圣徒 为了得这 英语 我们可以看到耶愿教会他们在整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个 体系的进行 我们要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在做的 希望就是通过我们长老为中心一起去探访这样这个教会 上一周我拜托了 所有的行程安排 而且是按照我们教会的一切 就是 迎合我们 然后能够去传达他们要做最好的准备 然后宣教也好 多民族也好 行政也好 按照每个 部门 就是影响也好 媒介也好 各样的什么 教育局也好 按照各样的部分 他们要做所有的绝对的这些准备 然后我想 然后他们 就是 不断的然后能够让 去的话还要吃饭呢 因为新冠肺炎一起去这里面办法一起 去用餐 所以他们有了各样的 我们该怎么办 需要做计划吗 这么想的时候 这个教会说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计划 他们也全部准备我们用餐 没让我们没有任何的不便 只要来去看这个体系充分的去看去学 然后被引导就行 然后牧师做了这样的命令 我听到行政牧师给我传达的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想 我们本来只是想去看一看 但是原来不是这样的 神是让我们为了准备二三期的体系 真的让我们能够去看到珍贵的部分 然后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教会的教模人员说的时候也是 希望我们教会的教模人员是虽然周六是很繁忙但是真的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一定要一起去参加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教 教会的教模人员他们就说真的都要去参加 希望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见习的现场 我们的长老也是一样 可能当大家都会有个点不便 但是我们的长老希望大家都要参加 我们不是嘴巴上说二三期 而且真的在二三期应允当中已经在前锋的奄远教会 真的通过去这个教会能够打破我们教会的框架 我们要去具备二三期的器皿 特别大求是一个保守派 还有汉纳教会 有这样的话对吧 说在汉纳教会为了能够从我下来需要三年的 适应时间 其实你们不知道而已 这是我们的框很多的新家族说了 说汉纳教会最难让我们停留 就是汉纳教会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要去做二三期的话 我们要打破这样的框架 超越我们教会的框架 真的 神要去做的基督为中心做世界福音化 那我们教会当然要以世界福音化 要以这个为中心二三期为中心 能够被神所一起引导 这是我们要打破框架的原因 希望各位圣徒也为此去祷告 希望我们的长老论诺参加 还有我们教会的这些媒介就是做广播体系的各样的都能够去参加 我想可能我们真的会发现重要的英语会成为这样珍贵的时间 你长者的祝福在二三期时代 恢复万民圣徒 为此能够去做 庆明的准备 祝愿各位享受这样珍贵的时间 神的感谢你 在做旷野路程的时间当中 以色列百姓 在最困难的时候享受了 神所约定的宝座祝福一样 愿我们的人生路上 在困难 哪怕真的是在 最低落的时候 神愿赐了我们的祝福 让我们明白这一事实 不错识话语的流向 在话语流向当中 每天因着 感谢感恩救恩的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教会所有圣徒被神所做奇妙的功 特别是现在基督 怎么样在做工 愿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向能够 以此一致 像个二三期方向在做工的 神愿我们跟着神的引导 也是汉大教会所有圣徒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徒 被神所祝福 用活着的主基督 感恩祷告阿门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主耶稀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 圣灵的做工内处充满 作为拥有圣国世界 处处有力量的我们 拿着宝座的祝福 愿意救活 陷入这世界问题当中的所有的蒙福 他的产业子女 所有的宣教地 地教地 地教会头上 还有 教会 还有各个现场 做礼拜的现场 从今时到永远 常常有他们同在 阿门 幸福